等了一年欸各位 Apple Intelligence 終於有繁體中文了 iOS 26.1 終於我們的人權跟美國人是平等的 iPhone 16 的用戶終於獲得了應有的尊重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看iOS 26.1 現在已經開放下載了 那我們今天會先幫大家複習一下AI功能 那如果你的手機是15數字系列或者是之前的舊機型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使用這些AI功能的話 就可以先跳過我們前面講的AI功能的部分 我會把非AI功能的這個時間碼打在螢幕上面 你們可以直接跳過前面喔 首先第一個要來講到的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這次新增了很多的語言 除了繁體中文之外還有丹麥文 荷蘭文 挪威文 葡萄牙文 瑞典文 土耳其文 越南文 除此之外呢還有AirPods的即時翻譯功能呢 也有新增語言包含了有間體還有繁體中文 日語 韓語跟義大利語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就是要怎麼設定這個Apple Intelligence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首先進到設定裡面啊 然後呢我們往下滑去找到這個Apple Intelligence 與Siri 點進來之後呢你就把它打開 那這時候要非常小心就是Siri的這個語言呢 它一定要是中文 國語台灣 也就是說跟你的系統是一樣的語言 你才能夠打開並使用這個Apple Intelligence 然後在這個設定介面你往下滑 這邊有一個CHRGBT 這邊你就可以登入你的CHRGBT帳號 那你可能在這個iPhone上面 譬如說你搜尋過的內容 或者是你改寫過的東西 可能就會出現在你的CHRGBT帳號裡面 就是有一個同步的概念啦 或者是深圖功能喔 就是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AI深圖 那那個iPhone內建的AI深圖App 它是可以串聯CHRGBT的 所以就是很多部分都可以跟它同步 好那我們現在呢快速的來複習一下 所有的AI功能喔 首先第一個我自己也最喜歡的就是Siri 現在可以串CHRGBT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Siri來召喚CHRGBT 例如說 Hey Siri 問CHRGBT降噪耳塞會不會傷耳朵 那麼它就直接可以召喚CHRGBT來回答我的問題 那如果我今天是直接問它這個問題的話 它會沒有辦法回答 或是它會問你說要不要另外再問CHRGBT 就會多一個步驟這樣子 那我想要示範一下就是Siri跟CHRGBT的差別 我問兩個問題很明顯 例如說我現在問Siri喔 預子上要怎麼做 好它會問你要不要就是搜尋網路或使用CHRGBT 也就是說它自己沒有辦法回答 然後另外一題 探訊上要怎麼處理 好又要又要使用CHRGBT 我覺得他們不如就是直接讓CHRGBT來就是取代Siri 因為Siri自己本身根本就什麼都不能做 再來下一個呢就是現在可以使用即時翻譯 那這個即時翻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像是你的簡訊 iMessage FaceTime 講電話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呢直接來看一下講電話 要怎麼用這個即時翻譯喔 它會在左下的這個點點裡面 這邊有一個即時翻譯 然後它裡面就可以選語言 OK所以它其實是會通知對方 你已經開始翻譯了這樣子 那它翻譯的方式呢是你講一句原文它會翻譯一句 所以它是兩者都聽得到的 Hi How are you? Hi 你好嗎? 我很好 你還好嗎?你午餐吃什麼? I'm fine How are you? What do you have for lunch? 對就是你講一句然後它就會翻譯一句這樣子 什麼地方會用到嗎? 不知道在工作上面大家會不會敢嘗試這樣子使用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翻的有一些地方還是有一點奇怪啦 再來下一個AI功能呢是視覺辨識 就是我們的這個相機控制按鈕長按 它就會打開這個視覺辨識的畫面 那這個畫面呢你就可以去對準任何東西 例如說你想要辨識一隻動物 或者是一個活動海報什麼的 試看看這個手機 好那你拍完之後你可以選擇兩個按鈕 左邊是TrackGPT 右邊是Google圖片搜尋 然後上面是翻譯 我問TrackGPT OK我問TrackGPT這是什麼東西 喔 立刻搜尋出來 另外呢截圖的部分也可以使用視覺辨識 就是你截圖之後 它現在會進到這個畫面 它一樣下面的會有兩個按鈕 你一樣可以去上TrackGPT或者是用Google搜尋 例如說我用Google搜尋好了 然後就會搜尋出來 這個是瑪莉亞凱莉 然後呢這個視覺辨識 它還有一個蠻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辨識活動 然後加入你的行事例 假設這個Blackpink的演唱會 在香港的演唱會 我截圖之後 它下面就會立刻出現這個加入行事例 或者是它還有其他的一些選項 就是它有偵測到 例如說上面有日期啊 有地點啊 有Email什麼的 你都可以直接這樣子截圖之後 它就會把你把它截取出來 例如說上面可能有電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打電話 有Email你就可以直接寄Email 然後加入行事例的部分 也非常好用 就是你今天有一個活動什麼的 你直接用截圖的方式 它就會幫你截取日期 然後一些重要資訊 例如說它這邊截到了 我看一下它截到哪些東西 喔地點有了 然後日期也有了 那如果我把整日關起來 喔時間也是對的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一個功能 好再來下一個AI功能呢 是寫作工具 就是我們打開任何需要文字編輯的內建的APP 例如說備忘錄啊 然後Email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今天呢 就是會看到說它現在有多了一個工具 就是這個AI的 AI寫作工具 那它使用方式你可以直接選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特定文字選起來去做編輯 那例如說我現在整份文件 我想要改寫我就點下去 這邊這個書寫工具 它就是用TrackGPT下去書寫的 那其中有幾個基本的工具 例如說校對的話 就是幫你對一些文法 或者是標點符號的錯誤 或者是下面有一些改寫的方式 例如說你想要寫得更專業啊 寫得更簡潔之類的 都可以選擇 例如說我選校對 它那個動畫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有一個彩虹在那邊刷來刷去 好那它現在呢 發現了我有14項需要變動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喔就是幫我插入一些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 喔它也會去找文法上面的錯誤 就是我原本寫以下 然後它就幫我改成以下式 或者是幫我加入控格啊 這種小地方 那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自己有點創意 做一些變動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輸入說 你想要怎樣去改寫你的內文 但我覺得它並不是那麼的靈活啦 就例如說我剛才試著想要讓它寫金晶體 但它就聽不懂金晶體是什麼東西 好再來一個AI功能呢 是通知摘要 它現在會用AI分析你所有的通知 然後你的訊息什麼的 然後它可能會自動幫你 生成一個通知的摘要這樣子 但我覺得這個功能好像以前不是就有了嗎 再來下一個功能呢 是生圖工具 就是現在呢 iPhone內建一個AI生圖APP 叫做影像樂園 點進去 這邊我們就可以新增影像 那它的AI生成原理呢 就是你可以加入不同的材料 那你的材料可以來自於下面它的建議 它有非常多的主題或者是一些 概念你可以去選擇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下面描述你想要生成的圖片 那例如說我想要一個愛情 然後一個太空人 然後可能加入我的頭像 那它下面這個頭像其實它平常是會 自己去分析說你的相簿裡面有哪些人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選擇 然後或者說我可以自己打字 小貓 出現了 然後呢它會生成很多張 你就可以去選擇你喜歡的這個圖片 然後去把它儲存起來 那它上面呢可以選不同的風格 比如說我想要Jemoji Jemoji就是你可以自己創作自己的emoji 然後把它存到你的那個 你的鍵盤裡面 那你就可以隨時傳給你的朋友 不過這個Jemoji是沒有辦法出蘋果生態券 就是它出了蘋果生態券 它就沒辦法傳送 或是它會變成一個有背景的圖片這樣子 那例如說我試試看TrackGPG風格 TrackGPG風格它裡面還有不同的選項 還不錯日本動脈 它現在就是傳輸到TrackGPG那邊去生圖 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還不錯耶好可愛喔 這個日本動脈風格還不錯 好然後你儲存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存到你的畫廊裡面 就是你就可以 你每次回來你都可以再去進行創作這樣子 好那以上呢 是大約幾個比較重要的AI功能 我在想我可能會做一部 就是專門在講 Apple Intelligent所有功能的影片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到 不是AI的功能喔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液態玻璃現在有不同色調的選項 就是我們知道iOS 26它的主體 不就是這個液態玻璃嗎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液態玻璃 已經影響到你的使用了 就是因為它太通透了 那有時候可能連東西都看不太清楚的話 那你就可以使用設定裡面的選項 去讓它的通透感不要那麼誇張 首先進到設定之後 我們去找到螢幕顯示與亮度 裡面就有這個Liquid Glass 裡面就可以選透明還有不同色調 那它的差別就是它透明感的程度高低 透明的話就會比較透明嘛 然後不同色調的話 它就會變得比較 不是那麼透明 然後它的對比度會變高 所以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但它也不是完全的不透明 就是它還是有一點透 但是你就可以繼續選擇這樣子 再來下一個我們要講到的是 鬧鐘還有計時器 現在你要關掉的話 你必須要用滑的方式把它關起來 你不是只有在按一個按鍵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這個呢就是變成你關掉鬧鐘難度就會增高 你就會變得比較清醒 但是同時你會 因為就是有點生氣 起碼我自己是這樣子 就是覺得要關鬧鐘 你還要在那邊滑東西很煩 但是這樣子就是可以減少誤觸 然後你比較容易醒來 或者是你的倒數計時器 你在關掉的時候會比較警覺的時候 你現在關掉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常常我可能 關掉計時器 但是我可能沒有忘記去做那件事情 你懂嗎 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新的滑快鬧鐘 那它一樣是有那個攤睡模式 那攤睡的話 你一樣是按一個按鈕就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變的 但是你要關掉鬧鐘變成你要用滑的 就是了 在下一個我們要講到的是 音樂的APP 音樂APP現在可以用滑的方式 滑到下一首 就是比如說我現在 這個地方呢 我就往左滑 它就會進到下一首 或是往右滑就可以上一首 就是小小的一個更新喔 之前好像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它現在有一個混音的功能嗎 就是它在切換歌曲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混音效果 我用了一陣子 我真的沒有很喜歡那個功能耶 因為它會把一些很重要的地方卡掉 因為大家知道有些歌曲 它其實最後幾句 或是最後的一些聲音 其實是精華 那它的這個混音呢 就把那個地方 有點類似刪掉了啦 所以就有點掃心 所以後來就把它關起來了 再來下一個來講到相簿的更新喔 其實現在播放影片的部分 它的介面有改變 然後這個改變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因為之前iOS 26 它的播放影片的時候 它的直視影片會是滿版的這個狀態 那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疊在你的影片上面 看起來非常的亂 或者是你要點什麼東西 你都有點不太清楚它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因為它跟影片已經是完全重疊的狀態 那現在呢就是改成這個樣子 就是它變成影片是比較小一個 那你要滿版的話 你就是再點一下 它就變滿版 然後它的這種軌道啊什麼的 都幫它加了一個液態玻璃的邊框 我自己蠻喜歡的 所以就是這個小小的改動 雖然現在可能要來講到 就是鎖定畫面打開相機 現在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左滑來開相機 就是因為我們在鎖定畫面左滑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誤觸 那這個功能其實我覺得應該也 很少人會拿來用嗎 就是直接左滑來開相機這件事情 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打開了 就是在設定的相機 設定裡面這邊有一個相機 點進去往下滑 這邊就有一個鎖定畫面滑動來打開相機 你就可以自己去決定 確實有的時候會誤觸啦 所以這部分就看大家要不要把它關起來 再來最後我們要來講到一個 目前跟我們不太有關係 就是他們開放第三方APP 備份相片的APP了 聽起來非常好用 就是開放第三方APP 可以備份我們iPhone裡面的相片 超級需要的啊 但是這個部分他們只是開放開發者工具 也就是他們開放給了APP的開發者 但是現在他們還沒有開發出來 但相信過不久應該馬上就會出現了 這個部分就是等他們去整合囉 因為我相信非常多人都對 備份照片影片非常的困擾 我自己是會備份到 電腦的圖庫 可是這個方法也其實有點麻煩 而且有可能就是你備份進去之後 你還要去維護那個硬碟有沒有 又或者是另外一個方式 很多人可能會去買iCloud 可是iCloud其實也有自己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第三方備份APP的話 那就是失全失美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iOS 26.1 就差不多介紹到這邊 其實大部分的更新都還是集中在AI啦 其實撇除AI好像沒有更新什麼東西對不對 所以就希望iPhone 15 Pro還有以上的機型 大家玩AI玩得開心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會覺得還蠻新奇的 那仔細回想一下我到底有沒有在用iPhone上面AI 好像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欸 就我自己的使用習慣是我平常會直接開Trash UV的APP 或者是Germelight的APP 進去就直接用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場合 是一定要用到iPhone自己的AI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們現在 有沒有在使用iPhone自己本身的AI 還蠻好奇的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的話你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